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那今天的加权指数 我相信对所有投资人而言 会感到非常的紧张 以及刺激 好像坐云霄飞车似的 今天原本早盘表现得好好的 尤其是昨天晚上 有开了一次会议记录 好像比市场上面的怎么样 稍微再鸽派了一点点 那其实也没有鹰派 也没有鸽派 只是对于时间 或者是升息吉码 什么事情通通都没有表态 这样子其实就已经稍微有点鸽派了 所以今天开盘早盘 甚至到11点 本来表现得好好的 东一个跳水 那这个跳水 全球的人应该都知道又是什么问题 其实发生这样的状况 当初大家没看到新闻 也应该猜得出来什么事件 无耳事件嘛 结果跌落盘下 后来尾盘又收回来 中场已上涨37点作收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遇到这个事件你应该怎么应对 在解之前当然也是先恭喜一下我们的会员 甚至恭喜一下看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个灯嘛 那其中一档股票其实是大家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这一档股票应该就是我们近期的代表作 3017的奇红 我说其实他很可惜啊 因为其实他今天早盘2月17号嘛 他早盘不到10点 其实就已经锁涨停了 因为今天大盘 表现5盘之后表现这么差 打开了 到了收盘之后怎么样 收在112.5 涨停价是113 结果他收在112.5 是不是差一点涨停板 其实也不用觉得可惜嘛 距离涨停其实也就差那一个价位而已 但是那个气势整个就不一样 其中一档 3017的奇红 这个其实我们讲非常久了 另外一档呢 我相信投资人也许你会觉得稍微陌生一点 来 这一档股票 让投资人稍微看一下 因为当初我们在做这档股票的时候 他的性质稍微投机一点 那我做节目 我们公开讲的股票 尽量都是有量有价 有一些 结构比较特殊的股票 第一个当然我们先把权益留给会员 第二个在节目上也不适合公开 今天这一档股票2月17号 也是差一点点涨停板 连展投控 这两档股票有机会我们后面会再解释一下 那来这档股票 当初我们布局的时间点2月8号 小资族的会员 我们做一个强势股 我们会有先请会员降低买进的乘数 当初我们是市价买进连展投控 那来导播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我说避免争议 如果我们要买进一档强势股 我认为它后面的结构 还有上涨的空间 当然这边再强调 我们的节目不主张你每一档股票都追高 那是因为会员跟着我的讯息 他们跟着我就会很放心 按照我的指令按照我的讯息操作就可以了 好但是我说避免争议 我只要每一次发市价的时候 我后面一定会加一个当初的价格 即使我说市价 市价究竟是什么价 目前的价格在13.3 价格不高13.3块 2月8号那也是近期的强势股 3710的连展投控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怎么走 赚钱嘛 今天做一个有机会再突破新高 这边一段洗一下再突破新高 那我讲这档股票成交量稍微投机了一点 量比较小了一点 所以我们把权益留给会员 那这档股票你也不要觉得可惜 因为为什么 他跟齐鸿一样 早盘的时候要关不关 我们认为原本是预估应该可以锁得住 没有问题 有一段有锁住啦 但是五盘之后加权指数怎么样 跳水 这一档股票任何的股票通通都要跌 不管是好股烂股都会跌啦 跌下去之后还算可以啦 后面慢慢收回来这一档股票 连展投控跟3017的齐鸿 那我们在节目上面一起共襄盛举 我毫不吝啬举例的是 3017的齐鸿嘛 因为你要跟着一起操作 我相信其实都能够赚钱 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是 什么时间点跟你讲这一档股票的 其实是在新春封关的时候 不是新春开红盘 是封关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我们实际上布局是更早啦 1月12号的时候 那一个时候3017的齐鸿 这档股票价位还在八十几块 第一个 我今天特别在强调这一档股票 是因为我们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嘛 今天已经再过新高 还记不记得前几天我一直跟你追踪这一档股票 我说他在高档盘旋 当初我会跟你介绍这档股票 有我们特殊的原因嘛 今天过高了我们阶段的任务达成 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跟你说 你现在这个阶段买股票 待进我们一定会待出这个你放心 那我说遇到这样的行情 你不要跟任何一档股票谈恋爱 你应该是抓每一档股票的什么 起涨点而不是去抄底 抄错这个地方打底指纹 你应该去抓每一个股票的起涨点 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股票持有太久 其实也是另一种风险 所以跟着我们操作怎么样 我们专门去抓起涨点 有没有抓到这是不是这一个族群 这一档股票的起涨点 我相信投资人 看着现行你自己可以去验证 现在已经110块了 我没有叫你再去追我们的阶段任务 也准备达成了 当初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 我是跟你讲嘛 发生在不久之前 2月9号2月10号的时候 2月9号2月8号 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讲 我说我们用一个房地产很惯用的广告台词 来跟你讲这档股票 八字头不买 把握机会哦 因为要来到百元了 最后一个机会 2月9号再涨4.43% 那我们阶段任务达成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再推荐 好像你看到了说 所以这档股票还可以买吗 现在这个位阶不行了 因为为什么 当初我们八十几块 到今天为止 一百一十二块 你应该不会可惜啊 老师今天差一个价位涨停板 少赚一个价位 不会嘛 赚得很开心 没有问题 这档股票后面 我说既然阶段任务达成 我们就不再讲 但是我们还要额外提一件事情 这档股票 目前走一个长坡段 你今天可能看到新闻 因为它涨上来了 全市场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很多人开始讲 它自己有嘛 突然就开始分析了 我觉得那个分析 其实你听听就好 因为那个分析 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参考意义 涨上来了 它开始跟你分析 我告诉你它为什么涨 它为什么涨 然后主持人可能会问你去 那还能不能买 大部分的分析师 就只是避重就轻 打太极啦 只是讲一句话 你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这件事情 市场上谁不知道 还用得到它提醒 所以解完一档股票 别人等于是没有讲 但是呢 我们是在封关之前就告诉你 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子讲 我说绝大部分的股票 99.9%的股票 你封关之前 我建议你是先出清一趟 后面再接回来嘛 因为大户在这个地方 不会增加它的持股比例 然后大户增加它的持股风险 自己去度过那一段廉价的危险期 然后让散户可以卖高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 在封关的前一个礼拜 我是不是就说 我们甚至反手放空嘛 那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谈 但是我讲 我说99.99%了 会不会有那0.01 大户持股在封关之前 居然可以逆势增加的 这个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内线消息 这些资料 你上网 你搜寻一下 都找得到 我是不是从头到尾 就跟你讲 一档股票 3017的奇红 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一档 只是我举例 就举这一档 当初是不是在八十几块 九十几块 你都还有机会布局 因为有些人会跟你说 你是不是要跟着投信买 跟着外资买 其实没有 这一段 你要抓一些阻力分点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谈 半个小时也讲不完 3017的奇红 我们阶段任务达成了 最后再讲一件事情 因为有人会跟你说 散热族群今天很旺 但是你其实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 这档股票你错过了没有问题 请问散热族群 它是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 你一听大概也会 聪明的投资人知道我想表达什么 散热族群 我们一般的市井小民 我们会不会到街上去跟别人说 麻烦给我几片散热片 我们讲的很浅白 不会 因为散热族群 不管是主动散热或被动散热 被动散热就好像是散热片 主动散热就是风扇 那它不会是一个单独的产品 基本上也许你需要用到笔电 行动装置最重要的是 这一段期间我跟投资人讲 我说是因为去年缺晶片 那晶片有一部分 产能先拨给车用 那伺服器缺啊怎么办 出不了货 现在晶片缺货槽稍微有一点点缓解 就是伺服器表现的时刻点 在封关之前我是这么分析了 到今天我还是这么分析 因为这件事情不会因为战争不战争 就有所改变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甚至在过年的时候 我把这一份教材 发送给有扫描QR Code的这些朋友 也是这一档 但是我特别还指明一件事情 来 打播这个地方我们放大一点 我在我的教材 因为它是教材的性质 第一个 伺服器资料建置中心与散热密不可分 3017的齐鸿请投资人多加留意 但是我们是教材 我们开大门走大陆 我特别讲一个信号 这个是老师我的操作个股 我不是说进来叫你抬轿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用意是希望建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我反而刻意在此说明 我不推荐 表明我的清白 但是我前面讲我说既然我讲到这档股票请你注意这一个族群 因为有人会跟你讲散热族群它不是一个族群 它一定有上中下游的配合 如果3017可以起来 第一个伺服器PCB有没有行情 你自己可以去想 那我也跟你讲 大部分的人会注意到两档股票 一档叫齐鸿 一档叫做什么 双鸿 因为它是被动型的散热 散热片主要是行动装置 那这五年十年来 当然被大家所认可 被大家所记忆 但是有一个族群其实你就忽略了 因为这一段是因为伺服器起来了嘛 但是伺服器除了被动型散热 其实主动型散热 也就是风扇 其实我认为表现的也还不错 在这样的行情 其实以他们的基期而言相对低 你操作起来其实也相对的安全 其中一档6275的圆山 写在3017的齐鸿下面 重点是为了让你把上中下游 然后整个族群 全部都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这个族群会稍微温吞一点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档股票齐鸿 稍微热络度比较高了一点 但是这档股票 其实也没有让你失望啊 圆山 今天表现的也还可以啦 盘中原本涨3% 再好的股票 遇到这样的盘式 其实基本上都要跌 那我们也不是教学讲讲就算了 我们实务上 我们分析的每档股票 我们第一个先把权益保留给会员嘛 都有带会员去操作 都有带会员去做布局 35.5 好现在看看什么价格 哎呦今天盘是有稍微下来一点 目前为止还是赚钱的嘛 到收盘还是在38块 目前为止还是在获利状况 还是在获利的状态 请投资人不用担心 除了圆山这档之外 还有一档代号 跟3017很像 3071的斜息 这档股票我们在封关的时候 我们是盖牌的嘛 但是我说你现在要挑 基本面族群要对 技术面要对 第一个我是不是跟你讲 来到我们的多空线正云带支撑 其实那是一个很好布局的点位 那如果你要做波段谷 基本上波段谷用MACD柱状 其实蛮好用 当然参数我们也有稍微修改一下 你不用等到柱状翻证 柱状有经过连三天的收链 卖压前面有宣泄过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用的操盘工具 我们用的支撑工具 跟市场上面 你看到的都完全不一样 市场上面来来回回 大概就是说什么 画一个支撑 画个压力 不就是趋势线 不然就是月线季线 我还没有听过有其他的分析 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东西 那这些线 我在我的节目每天都讲 我告诉你那些线 你的看盘软体可以把它拿掉 因为如果用月线来到月线式支撑 这个方法可以操作的话 市场上面没有人会亏钱 这件事情小学生都懂 不需要分析师在那边跟你讲说什么 强势线来到五日线 来到月线季线 那些线基本上叫做幼幼般的线 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 所以我们也进化了 我们的操作工具 当然谈到筹码面 连六个月营收年增 大股东持有比率是在60%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高 你会不会担心这档股票很容易挂掉 其实也不会 这就是我们从产业面 基本面技术面面巨道跟你讲 在进来这个市场上面 尤其是现在这个行情 其实赚钱真的不容易 不是在那边表演说 你看这个地方就获利 你看多简单 每一样东西 每一档股票都是我们精挑细选 找好点位代会员布局 所以这个行业 其实你不要看说 好像光鲜亮丽 坐着在这个地方好像很轻松 没有我跟你讲 这是一条不归路 讲一下我们的心声 因为今天碰到这个行情 我也觉得很烦躁了 来来去去 打来打去 我也觉得很烦躁 所以你更要仔细挑选 你要布局的族群 以及你要布局的个股 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就先做一个小整理 让你知道 接下来如果你要布局 应该选择哪一个族群 哪一个面向 重点是找好点位做布局 我们中间先进广告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讲了一句话 稍微让我抒发一下 我今天的心情 因为两档股票 其实涨停板 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像是 特别像是处女座这样子 他会认为说有一些强迫症 涨停板跟差一档 他就会很在意 那我在股票上面 或多或少 也有一点这样的性格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强调 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短线的利空 其实投资人 不用太担心 短线上难免震荡 但是你也千万不要 跟着新闻消息面 跟着一起操作 为什么 因为除非你有普丁的专线 我是没有啦 因为这段期间 是不是有人跟你讲说 什么黄金概念股 什么避险概念股 战争概念股 这个族群 你听我的节目 从头到尾你没有听我讲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也没有他的专线 市场上面不是这个梗图吗 普丁还甚至跟你讲说 帮你压低收获了 以前几年前 大家最喜欢放的是川普 现在放的是拜登 没有他的专线 你要怎么做战争概念股 你要怎么避险 一天打一天不打 那今天的事情 其实我认为 其实大部分放话的 其实是美国啦 因为从头到尾要打不打 好像都是美国出来讲 结果乌克兰的总统 虽然稍微硬了一点 可是其实他们根本不想打 对不对 俄罗斯其实他们说 他们愿意的是谈判 只要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 那我不是历史学家 所以我们不多谈这件事情 今天大家是看到说 居然是乌克兰主动开炮 然后你仔细看 其实他们对亲俄的这个叛军做开炮 在哪里 如干司客啦 但是其实你稍微去Google一下 搜寻一下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中间的小摩擦 本来一直就在发生 我们举个很浅白的例子好了 我们台湾的执政党跟在野党 中间会不会有纷争 每天都在吵 只是今天怎么样 美国的媒体把这件事情放大了 大家开始注意这件事情 不然我们明讲好了 请问你以前有注意到 如干司客这个地区吗 你以前有注意到 这个地区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个地方的摩擦 不是一天两天 本来就在发生 摩擦每天都在发生 只是今天被这件事情放大了 那你又不能按照新闻消息面去操作 你怎么办 前面我已经给你一个中长线的族群 写在我们的教材 甚至带我们的会员操作 这个其实 我相信 这段期间一直看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 不管你是看网路 还是直接收看电视 应该都很清楚 这一份教材 我们把族群全部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放在上面 后面有一个族群 我在我的教材其实也有写到 网通跟伺服器是一个大族群 但是有一个族群叫做 不断电限电绿能族群 当初我们在做这个族群的时候 因为其实乌俄之间的事情 不是今年才发生 封关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 那你要避险 其实不是做黄金 我认为是有一个族群 第一个 它中长线 本来就应该是要多方发展 2022年 应该是多头年 这个族群就叫做不断电限电概念股 除能概念股 那这个族群它也有一个好处 是战争发生 大盘发生风吹草动的时候 基本上这一个族群 不太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个族群我们直接跟你证明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来 这段期间 我是不是也只有讲一档股票 我以一档股票当作代表 这个最考究功力 不是说散热 我就把散热全部拿出来给你看 然后除能概念股 除能概念股 全部拿出来给你看 我是不是只举一档当例子 我举的是哪一档股票 是不是这一档 合一嘛 我们来看一下 来 今天合一长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大盘盘中 出现云霄飞车的时候 这一档股票在做什么事情 从头到尾走自己的结构 它也不是只有今天这个样子 它这一段期间 应该可以说是市场上面 最标的股票之一了吧 不敢说只有它 但是它是最标的股票之一了吧 1709 那我有跟你讲嘛 我说合一这段会涨 不是因为它本身被归类在化工股 不是因为这样 有一些甚至是做清洁产品的化工股 难道也要一起涨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它有一个子公司 云豹能源 所以1709的合一 今天才会走这样子的结构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题材 不然主力没有把握这样子拉 尤其是今天盘中云霄飞车的样子 那这档股票 当然你现在看到现行叫你买 你一定买不下手 今天2月17号 再涨5.75% 合一你也错过了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有正式进场 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除能系统概念股 其实你以现行来看 其实它不难拆 所以这个也当作是 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除能系统概念股 其实它很好拆 因为它的现行非常的独特 你拆得出来这一档股票 基本上这档股票就送给你 在KD还没有超买之前 其实你都还有机会 前面一开始我讲了 不是强势股 不能追 而是你要知道 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可以买 后面的阻力 它背后在想什么 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楚 这档股票 我们未必会公开 不要觉得我小气 因为一部分 也是为了保护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懂怎么进 不懂怎么出 节目一开始跟你讲 连展投控 为什么我们知道 怎么进怎么出 我们也不是买在最低点 但是后面只要有空间 基本上我们不会错过 这档股票 如果你拆不出来 其实没有关系 除能系统相关概念股 在这样的盘式之下 请投资人把它纳入为你的参考族群之一 受益就会非常的大 那节目时间关系 没办法再多讲 助投资人操作的顺利 我们下集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